大家好 欢迎观看Origin视频教程 我是白东升 这一节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Origin内置的二维图形 第七类图形是面积图 包括两种样式 第一种面积图 它是把曲线与X轴之间的区域进行填色得到的一种图形 这种图形在数学上可以实现积分功能 当选择多个外列进行绘图时 填色效果是依次堆叠的 第二种是填充面积图 需要一个X列和两个Y列 这种图形最终会对两条曲线之间的区域进行填色 下面我们来看等高线图 这是基于等高线的平面三维图形 第一种是XYZ直角坐标等高线图 需要XYZ三列数据 其中X和Y列构成图形中的二维平面 Z列默认会根据数值的大小分成八个区间 再加上小于最小值和大于最大值的两个延拓区间 一起构成等高线梯度 不同的Z值按照所在的区间范围进行映射 从而绘制出最终的图形 我们比较熟悉的地理地形图就是一种等高线图 普遍地说 平面上任何物理量的分布都可以用等高线图来表示 第二种等高线图是RθZ直角坐标等高线图 它同样需要XYZ三列数据 只不过这时X列会对应于极轴坐标 Y列对应于极角坐标 而Z列还是以同样的方式来映射 接下来我们介绍七种特殊图形 第一种是极坐标图 它需要一个X列和一个Y列 极坐标图比较容易理解 它是把X列当作极轴 Y列当作极角得到的曲线图 第二种是三角图 需要XYZ三列数据 绘制三角图 对数据有一个要求 就是每一行的XYZ三个值 必须是归一化的 换句话说 每一行的XYZ三个值的加合 必须等于1或者100 如果不满足归一化条件 做图时Origin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并进行归一化处理 具体的归一化过程 是把当前行的XYZ值 分别除以X加Y加Z这个总和 然后乘以100%得到归一化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 归一化结果会自动覆盖掉 表单中的原始数据 因此建议你在绘图之前 先对数据进行备份 绘制得到的三角图 实质上是每个XYZ数据点 在三角坐标系中的坐标 三角图主要应用在物理化学中 表示三组分相变的三元像图上 三个顶点表示三种纯组分 三条棱边表示两端点组分 按不同的混合比得到的二元体系 而三角形内部则表示三组分 按不同的混合比得到的三元体系 第三种是史密斯图 需要一个X列和一个Y列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X等于常数和Y等于常数的图形 分别是一组竖直线和一组水平线 并且它们是相互正交的 而在史密斯坐标系中 X等于常数的图形是一组正元 Y等于常数的图形是一组反元 它们也是相互正交的 这实质上是负平面的一种双线性变换 X列和Y列的直 分别对应于曲线的正反元坐标 史密斯图主要应用在微波射频电路中 用来表征电路的电阻电抗特性 史密斯图的上半部分表示杆抗部分 下半部分表示熔抗部分 在一般的微波射频电路中 常常将标准特征组抗规定为50欧姆 所以你应该点击右上角的设置按钮 将标度因子改为50 点击Normalize 就得到了标准化的史密斯图形 这个对话框中还有一个反转选项 可以得到反转的史密斯图 这时表征的就是电路的电导电纳特性 上半部分表示容纳部分 下半部分表示杆纳部分 第四种是高低图 需要一个X列和两个或者三个外列 当选择两个外列时 第一个外列是高低线的起点值 第二个是中点值 当选择三个外列时 第三个外列是基线 图形中显示为短横线 第五种和第六种都是史量图 唯一不同的就是决定史量的方法 对于XYAM史量图来说 需要一个X列和三个外列来进行绘图 其中X列用来规定史量的起点横坐标 第一个外列规定史量的中点纵坐标 第二个外列规定史量的浮角 第三个外列规定史量的幅度 这就是XYAM这四个字母的含义 通过这样四个量的约数 才能唯一把一个史量确定下来 另外一种XYXY史量图 顾名思义 它需要两列X列和两列外列 其中第一组XY列用来规定史量的起点坐标 第二组XY列用来规定史量的中点坐标 特殊图形的最后一个是缩放图 主要用来对图形的局部进行放大处理 这种图形一共包含两个图层 上边的图层是完整的图形 下边的图层是局部放大图 你可以拖拽这里的滑块来放大需要的部分 这便与你更精确地观察和读取图形的细节 同样,这两个图层也是独立控制的 你可以随意更改任何一个图层的属性参数 好,工作表窗口的所有内置二维图形就全部介绍完了 在矩阵窗口中还有三类二维图形 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 第一类是统计图 在这个类别里只有一种图形 直方图 用来给出矩阵源的频率信息 横坐标是所有矩阵源数据所在的区间 纵坐标是相应的频率 也就是出现在相应区间的矩阵源的个数 第二类是等高线图 包括四种图形样式 在介绍这类图形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矩阵窗口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矩阵窗口 在矩阵窗口中 所有的数据都没有列绘图属性的设置 因为矩阵窗口有固定的列绘图属性 当你建立一个矩阵窗口时 Origin就已经设置好了 列表头内嵌了X的值 相当于X列 行表头内嵌了Y的值 相当于Y列 中间的所有矩阵源 都是对应于各个XY的数据点 相当于Z列 现在这个矩阵窗口 是一个200x200的矩阵 并且可以知道 X和Y的范围都是-20到20 也就是说 这200个列表头把X值 从-20到20平均分配下来 200个行表头 把Y值从-20到20平均分配下来 比如第一行第一列 这个单元格 就表示XYZ坐标为-20 -20 0 这样一个点 其他单元格依此类推 通过这样一个矩阵 就描绘了XYZ 三维空间中的一系列数据点 或者说是离散化的空间曲面 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就不难理解等高线图的含义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黑白线标等高线图 它会把Z列 也就是矩阵圆 根据数值的大小 默认分成八个区间 再加上两个延拓区间 一起构成等高线梯度 区间边界用线条和数字标注的形式给出 这就是黑白线标等高线图 它实际上是前面我们介绍过的 等高线图的一个变种 第二种是灰度映射等高线图 原理完全一样 只不过是以灰度映射的形式 显示区间边界而已 同样 第三种 颜色填充等高线图 以颜色映射的形式显示区间边界 第四种 剖面图 在颜色填充等高线图的基础上 还给出了XY两个方向的剖面图 等高线图中的两条黄线 是剖面线的位置 调整到不同的位置 就可以查看相应位置上的剖面线 右上方的Intersection 显示的是交叉点处Z的数值 剖面线除了十字交叉线以外 还可以选择任意直线 这样可以更加灵活地观察 不同角度的剖面情况 我们继续来看影像图 第一种影像图是直接把矩阵源按数值的大小映射成灰度得到的图形 它有点类似于灰度映射等高线图 区别是这里的影像图是根据数据连续映射的 灰阶等级划分得非常细密 所以图形的颜色变化过度的非常连贯平滑 而灰度映射等高线图 在使用默认参数时只有十个灰阶 影像图是矩阵直接映射的结果 直接反映了矩阵本身的形态 这在二维成像的计算机图形学领域 是比较常用的矩阵表现方法 第二种还是剖面图 和刚刚讲过的剖面图没什么不同 只是这里的等高线图换成了影像图 好,到这里为止 Origin所有内置的二维图形就向大家介绍完了 从下一节开始 我们来学习图形参数设置方面的内容 我是白东升 感谢你的观看